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23日 中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在国际上孤立 人人喊打 声名狼藉 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为了维护这个统治 中共分外的重视宣传 要求什么 要求学习当事 那么同时 也对那些重用提拔的 年轻干部进行 虚夸宣传 今天疯狂网就发表一篇文章 题目就是 七零后蔡朝林成为贵州 最年轻的副省长 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篇文章 这是网上的截图 那么这里讲到4月23号 说是贵州省 13届人大25次会议 在贵阳就开会 在这会上决定任命蔡朝林为七零省 贵州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 其实中共这些走程序都是摆单 上级组织部任命下来当副省长 然后呢 为了欺骗老百姓 让这个人大过一过 这个完全是一种 这个无耻的 就是这个强加老百姓的一种 行为 但是没有办法 这种政治体制就这样 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蔡少林何学人也 给大家看看蔡少林 这里有个简介 也是今天疯狂网刊登的 疯狂网不惜花费这么多的篇幅 来介绍一个领导干 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最后我再讲 先看看蔡少林 这个浙江台州人 1970年出生 很年轻了 才51岁 管理学博士 高级经济寺 1991年 8月参加工作 2001年呢 坐上共产党这个贼船了 上了这个贼船呢 有上半场 也有可能有下半场 如果没有下半场 只有上半场 当然行了 当官啊 这个退休以后 这个退休金也不少 可以过着安逸的生活 其实并非如此啊 那么这个蔡少林 根据个人姐弟讲呢 她这个是1987年到91年 她在上海海运学院读书啊 学习那个交通运输管理工程的 那么毕业以后 她在交通部开始工作了啊 这1991年 这个到93年啊 这个后来93年以后 到了广州港务局 于是在这港务局里面 就干起来了 港务局大都是国企啊 这个企业是很有钱的 大型企业 一直干到什么 在港务局啊 一直干到了这个 2004年 时间非常长啊 最早是调度师计划员 然后呢 商务科副科长 然后商务科的科长 然后副处长啊 等到了这个2002年时候的 广州港务局办公室主任了 也是这个广州 这个港集团有限公司筹备成员了 那后来就调到这个集团去干了 2004年到05年啊 他在这个上海港务集团啊 任这个董事副总经理 也就是说他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什么呢 在这个港务系统 国营企业任职 在这方面应该讲 还是比较有经验啊 1987年17岁 这个他就刚才讲到 到上海海域学院水运 这个管理交通运输管理专业学习 那毕业以后就在这个实践当中 这个应用啊 理论和实践 应该讲是 就是一个结合了啊 这里讲他这个整个这个 任职的过程啊 那么这个人 过去在国企工作 我们知道 他的这个收入都是非常高的啊 国企大老板啊 你想2014年 那个时候 你想这个税前收入啊 平均啊 65万到7 70万啊 你想想 这是很棒的啊 这个后来这个 他进行了改革啊 把这个国企老板的工资啊 减了一些 由减为45万到50万啊 广东省当时还下发了一个通知 关于深化省属企业 负责人薪酬 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他这意思讲 这个人好像还有一点比较连结啊 突然把工资降低了 不搞两极分化 这倒是个好事啊 那么可能由于这个事 领导可能印象比较好啊 就开始提拔他 说他有胸怀和觉悟啊 那么2015年开始 离开了国营企业了 开始当官了啊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2015年任广州市副市长 我们知道广州 那是非常有名的啊 我经常去 那城市经济增长点呢 16年南萨区定位广州城市副中心 他就当了南萨区区委书记了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 当年霍英东我在那边 做了很多生意啊 我记得霍英东来大连 搞一个进道集装箱码头 搞一个进道集装箱的公司 他有他的股份 当时他来的时候 我呢 叫随团 他来的时候 就随着这个团采访 我做了一些报道啊 这个当时我记得 这个霍英东有个助手 这个可能叫何建立 不知道这个人哪里去了啊 我和他聊一聊 蛮头级的啊 这也就是南萨那个地方 因为有港商投资啊 所以发展很快啊 他就在那个地方 他搞了什么呢 南萨经济与总体经济 航运枢纽 创新型金融 关键词啊 关键词的紧密相关啊 他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啊 他就和这个 对这个南萨经济发展 做出了一些这个贡献吧 就讲到这个意思啊 对他评价的时候 用了些虚夸的语言啊 讲他当年 是什么呢 任命他为这个领导干门的时候 别人赞美他是什么呢 是这个驾驭啊 丰富的现代管理经验啊 驾驭全局和处理 复杂局面的能力 这个较强啊 这个勤勉敬业 作风扑事等等 你看中共这些当官的 在没出事之前 没抓之前都是这样 你都是赞美好话奖金啊 非常漂亮 他一抓 马上开始了 八大规定就开始了 算总账了 一讲都是坏人啊 贪腐非常严重 这个是一个通病啊 就是反正是 共产党管一切啊 人嘴两张皮啊 一会儿这么讲 一会儿那么讲 共产党说的既有 公检法司 无残存的工具 中纪委啊 又有什么呢 又有这个 意识形态 报纸电台 网络 他在给你抹黑 所以都他自己说了算 这是没有办法 到底这个人怎么样 不好说啊 那这里讲到了 他在南撒里 成绩 讲到了这个 大高铁 成绩轨道 地铁 高速快路建设 等等 就介绍他这个 做过了有益的事 然后说 2020年 他转港了 到了 街阳市场 书记了 说街阳 介绍街阳这个城市 是位于 粤港澳大湾区 和海西经济区的地理 轴线 轴线中心呢 全是陆地面积 多了多了 讲着自然情况 也就是说 在这里干得不错 在这一个人口 700多万的城市里啊 当时干出成绩来了 那么怎么发现他了 2020年9月份说 李熙 现在广东省的 习近平的第一席不李熙吗 一把手 李熙到去掉眼 看好了这个官员了 我估计回去 可能是不是和组织部门 这个陈熙 李熙和陈熙的聊一聊 和习近平的回报 我估计 把他调到贵州去了 当了最年轻的副省长 就这个意思 那么问题就来了 难道他就保证 他将来师徒就那么平稳吗 我认为不是 别看年轻啊 正因为年轻 以后啊 这个师徒上的 惊涛海浪还多着呢 因为什么 现在是走红色西家军 但你知道 这种专制集权统治呢 权力都在一个人手里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出了大事了 一出了大事 假如习近平 这个 这个 失去了权力 你想想吧 是不是就要狠狠的整肃 新来那个人 如果那时候还是共产党的话 那肯定 上了一个反习近平的 就开始什么呢 开始这个 这个辞退啊 或者是抓捕一些什么西家军的成员了 因为腐败都一样 大家都有腐败啊 也就是说这位叫李成林的啊 这个 如果说在蔡朝林的啊 如果是确实连接 一分间不谈 那当然无所谓了 但是你想 你在这么多的城市 结阳也好啊 刚才讲的南沙也好 这样地方 海西也好 在这个地方工作 就收的权力都是很大的 那么这个行为受惠啊 就是大行祈祷 全钱交易 全色交易 太多太多了 难道他就是金刚不坏神啊 一分钱不贪 我不太相信啊 所以这些命运怎么样啊 前途怎么样 就看运气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说 他现在调到贵州了 因为贵州现在这个省长是李炳君 李炳君是副手 对不对 一把手 在申一群 申一群女人是栗战书的底细 关系非同一般 也就是说李炳君是个白的 其实就是个副手 那么刚才讲这个人 纪超林 蔡超林呢 去当李炳君的副手 那你就全力圆圆不如 当年在南沙了 对不对 在小地方一把手 又非常富足 这里没有钱 就贫困地方 是不是 而且呢 那些大老板是人家申一群 所以说他这个命运 未来的政治师徒很难讲啊 李炳君是这个朱镕基的秘书啊 这个朱镕基和习近平大家都知道这个关系 习近平的底细也不可能完全纵用 肯定是提着防着 所以这个情况都非常复杂 说不定正因为去了以后 仅仅的跟随着这个这个李炳君 你就出现麻烦了 但是给我的感觉 是不是让这个纪超林 将来接这个李炳君就班 觉得离蔡超林比较可靠 更可靠一些 等将来这个神义圈下去以后 是不是要纵用这个蔡超林 不一定啊 这看将来未来几年的政治形势怎么样了啊 根据这篇文章介绍 说是李炳君身边的副省长一大批啊 有这么几个副省长 说是李在勇 王世杰 陶长海 郭瑞民 谭炳 吴胜华 李锐 他这里就介绍什么 介绍这些每个人的背景啊 说是陶长海以前是和李锐 都是这个跨省官员 陶长海以前是重庆的常委 同战部长 玉中区委书记 18年到贵州当副省长 李锐是原先是甘州省交通厅的省长 党组成员啊 这个谭 谭炳是空降兵 空降兵 长期在银行系统工作 过去是广东省副 分行的行长 工商银行的副行长啊 19年任贵州省副省长 所以目前贵州省班子里啊 蔡朝里是唯一的 去七零后了 就是小弟弟了 那肯定社会书记 沈以奇儿 从女性心里来讲 肯定是比较喜欢她了 对不对 就像小弟弟一样 那么李炳君 那肯定是不太高兴了 你找这么一个有能力的 遥遥遥遇事的 未来前程看好的在我身边 你虽然也对不对 这个心里都不一样了 所以未来究竟能不能站得住啊 很难讲啊 等到一旦将来有一天 垮台出了事了 抓起来就可能后悔了 这一生还不如升官了 就在港工局当一个国企老板 老老实实的 这个按照东北话 讲一老本身的啊 踏踏实也能过一生 像当年孙政才 孙政才不就是吗 原本可以成为农业专家 非要挤入仕途 结果最后落得一个 身败名裂的啊 关到秦城的悲惨的下场啊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 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 谢谢